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我觉得第一个肯定是得努力 然后实践 然后是成长 第一个是努力 因为2021第一个大赛 树杯汤杯 自己也是很早就为这个大赛去做准备 所以自己的努力的方式肯定是也有一些针对性的 现在目前最欠缺的自己就是包括能力 包括场上的这些进攻 努力的方向大概就这两个吧 所以自己每天也是进攻和能力会练的多一点 实践的话通过这次汤杯可以展现自己的一次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实践的机会是非常的好 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压力吧 树杯因为我报名了 但是我也没有打 所以汤杯这个机会 我觉得自己也是非常的想去珍惜这次机会吧 所以自己发挥的总体还不错 汤杯的这些表现来看 我觉得也看到了自己前面努力的成果 很早的话我通过这次汤杯也好 市井赛也好 就有看到成功的地方 打得好的也有 但是市井赛你说也很可惜 所以说自己的等等地方我都觉得需要成长吧 不管是经验也好 技术也好 技在主也好 都是不够成熟的一个表现吧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要成长的 市井赛是挺意外的 因为一开始我也觉得自己可能也参加不了今年 但是很意外的今年可以去吧 作为年轻队员 我觉得有这样的机会 能展现自己肯定是非常 就非常兴奋嘛 我觉得也非常多 就非常开心嘛 一个是自己自己的记载主可能还有漏洞嘛 我觉得 对自身的这种压力 我觉得会有些大吧 我也可以这么说 所以自己的发挥 相对来说 可能就没有汤杯的时候发挥的那么的好 我觉得 但是具体什么原因的话 我觉得 肯定是自己的实力 还没有说到那么的稳定 回去还是去总结吧 我觉得 我觉得生活 倒没什么变化吧 关注我 我觉得是好事啊 说明更多人是更期待你啊 我觉得这样训练会更有动力 对于我来说吧 那你觉得会是压力吗 因为我也看到大家可能 包括在我们羽毛球队的微博 还有在自己的微博下来 就是经常会有人说 干礼师风赶紧练习什么的 都对你抱有比较大的期望 然后你自己会觉得这个是压力吗 嗯 可能会有一点点嘛 就是 但这种压力不是说 一定有多少多少压力 就是说自然形成的这种压力 就是对这种期望嘛 你自己也希望你自己能打得更好 无形的这种压力 我觉得会有一点嘛 感觉你刚刚说的表达的也并不是说 整次给你的压力 而是你现在处于这个位置 他一些无形的压力就会 就会有 对可能就是说想法比之前多了吧 所以说这种无 无形的压力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嘛 嗯自己还是 就是要积积积的去面对这些 这些问题吧我觉得 现在这个阶段也很正常 我觉得 呃比赛少 但是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坏事吧 你比赛少的话 我觉得可以更重视你比赛的这种机会 呃我们的话可能就是说更专注于训练 然后把每一次比赛出现的问题 然后这一阶段去怎么改进怎么训练 然后在下一次比赛中就要去完善 就要去改进 训练的优势吧 会比别人好 但就是说你比赛少的话 自然你的经验 你的比赛的这种感觉 自然啊肯定是没有说 像他们比赛达到多那样去好 肯定是要通过比赛去积累的 现阶段我们明年啊 可能比赛机会也会比今年多 明年我们就可以去在赛场上 展示自己的练的这些东西嘛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就是混双决赛了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场上的这种拼搏精神 沟通 赛场上这种不放弃 就是这种中国队的这种羽毛球这种 亮剑精神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非常坚信自己就是最棒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一路也遇到过很多困难 但是一路过关斩架 最后他们能会试 我觉得挺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幻想过 这个小时候就其实幻想过了 包括你幻想过 拿各种冠军都幻想过了 那你现在会觉得很近了吗 离你已经 我幻没有这样觉得 因为你还是得一步一个脚印 先做好眼前的自己 你先不要想那么远 我觉得第一个是累积经验 第二个是脚踏实地 第三个是突破自我 累积经验那就是不管是比赛经验也好 反正等等经验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脚踏实地 不要想着一步登天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一下子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年轻队员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步伐 脚踏实地的练好每一天 然后第三个是突破自我 作为年轻运动员有无限种可能去突破 我更希望自己明年 只要有比赛机会吧 我觉得就要不断地突破自我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把训练练好 第二个就是把比赛 能每一战都不留遗憾的去完成好 然后去突破自我吧 这就是我这样做的 这个得好好想想 我觉得就简单一点嘛 就是我今天对我自己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每天对着镜子 给自己喊一句加油 你能行的 那这个也是你激励自己的方式是吧 对啊 因为你镜子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长怎么样 你镜子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嘛 所以说你跟你镜子交流的话 你心里会有这种启发吧 我觉得 你能行吗 对